第77届威尼斯影展在今天9月2号举行 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个实体举办的大型国际影展 不过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影展 已经失去以往的星光异议 全球绝大多数的这个当红影星呢 都不敢来走红地毯 那出席者也必须戴上口罩 严守防疫措施 禁止粉丝靠近红地毯 多数国际巨星缺席 摄影师拿着长镜头 以超远距离拍摄明星 所有人强制戴口罩 入场前探测体温 这是威尼斯影展创办77年以来 从未出现过的光景 2020年是电影业的寒冬 全球三大影展中的 康城影展和柏林影展 都宣布展颜或在线上举行 但是疫情还不稳定的意大利 坚持如期举行威尼斯影展 主办单位做好防疫措施 好让其他大型活动主办单位参考 我们认为责任的责任 我们认为责任的责任 我们知道 我们认为 Festival的Venice 会是一种试图 给大家 一种试图 也有一个学生 我们工作很多 专门的规则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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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会在这个Festival 会保护 保护 到最后的结果 如果它活着 我们希望 大家都可以学习 从我们的经历 这就是我们可以回到节目 我们可以回到电视台 由于美国禁止任何航班 飞往疫情严重的欧洲 今年的影展 非但看不到好莱坞大牌明星现身 参展的美国电影也寥寥无几 只好靠意大利本土作品称场面 这位意大利导演凭着题为 分子的纪录片 记录疫情下空荡荡的威尼斯 而成为影展的开幕影片 根据最新数据 意大利有超过27万确诊个案 3万5千多人死亡 严重打击经济和电影业 虽然短短10天的威尼斯影展 难以挽救处于谷底的电影收益 但电影人盼望 能依靠丁点的火苗 来复兴电影院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美国电影 Freundlich 最新的想法